欢迎大家逢星期四晚收听今天煲新番的时间 逢星期四晚,10点左右,就会有录播的文件提供给大家下载 另外,Facebook group也开放给大家留言和分享一些消息 另外,除了网页有这个archive之外,亦在YouTube channel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会不会不出样子,免得失败 没有样子 对啊 只是声带,把声带放上YouTube 如果方便拍了一条影片,开箱 对啊,那条影片拍了我... 拍一拍,不知道是这么长 很细细地... 因为箱子的东西有多些东西 箱子的东西 就是多一些细节的东西 所以可能逐一拍就会更长 一般开箱半个小时也很长 超过一半个小时 如果大家有兴趣,就上YouTube channel看 当然其他节目都可以找到 支持一下 大家支持一下,我们有多多一些新搞座 是的,没错 好,上星期打风,结果放在家 睡到死了 对啊,没什么风的风球 对啊,没什么风球 打风最大,一家人可以在家吃饭 因为他打夜风 因为打风的时候,在外面都不开 所以要坐在家吃饭 香港这些理事力场,就算要打风 就算要打风也是下午才打 一方面 对啊,那一般 一定是 不是,但上星期是很离谱的 你真的下午也不用担傘 打风球 那便好了,打风球等会更多 比你横风横雨都用三碗风的 是啊 这很好的,提早 一家人吃饭 他是下了球才下雨 瘋子 都没有大雨 是啊,很晚才下雨 那情况下相对 好了,我说废话 今个月新番 到现在这一刻为止 指定,应该是今个月会上的 Cinderella Cinderella 和年月尾的 第二个月的第二个月 是一位后半 是,Sewa-e的后半 是,Sewa-e的后半 是,《Sewa-e后半》 是,以后半 说到他再说话 少着继续到先说 要Cinderella 要由你这本子来说 ok 那么… 简单些 第一套是我老婆设的学生会长 一套,我之前被复 就是i cek touch touch 你出道那么多年 好像之后没有进步过 他还有退步 但换一个角度来说,我刚刚在夏洛特 在《左仓宁针》做一个很触达彩虐的角色 我发现原来做会是不容易的 这个是转型触达彩虐的角色 而轻转和行也是轻转和行很擅长的角色 这样就是无端端男主角是副会长 然后会长是巨与美少女 突然变成宋相本的妻妻 然后每天就会生活 7分钟的角色,会摘触触达彩虐的无限的淫叫 特别死 要看《触达彩虐》做这些也不用看这一套 有这个无可争议的最高杰作的KC 亲吻姐姐,这些都是因为没有亲吻姐姐看 所以在这个摄影 这一套暂时我还可以的,不要说 但是之前那一套實在太出雷震水了 這套顯登實在是小月頭那些 只不過你很掛念祝日採戴那些很人蕩的演出 那你就看看這套 但是基本上最好的那套你之前那一套已經看過了 這套就是不覺不失 在金貴玉環裡面不是太好 也不差7分鐘吃了沒問題 下一套Gangster 有些混合了黑咬或者其他 漫畫改編的新潮社 劇情簡單就是 兩個男主角A和B 就是在黑幫回序的大街做殺手 是很好的生活的 有一天執行進步之後 對方寄了給她的黑肉 黑肉無家可歸收留她 附下聽電話 因為男主角A的樽田劍次郎 她是失衷症的 她是聽不到電話的 所以她需要一個附下聽電話秘書 其實就這樣開始了 比較特別就是 就是金貴健次郎的那類人 在這裏是一個特殊人種 黃昏人種 有特殊能力 有怪力人 主義之類 很厲害 就是這樣 我覺得一套黑幫片 不應該加太多 太少能力 但她又不應該加太少能力 只是怪力 總之是特殊人種 我覺得是特殊人種 因為始終黑幫片 應該是越趨近黑色電影越好 那些東西是很貼身 是由人物性價出發 去遇到不同極端的情況 去交織個劇情 多於少年慢 雖然她們是黑幫 但她們個個身材是絕技 然後她看到些什麼話人 都主角威能地打巢 我覺得就很沒味道 有少少 暫時說兩集是不錯的 尤其是張元健次郎 演那個失衷症的 有聽不到東西的殺手 你聽不到說話 你不知道她們在說什麼 她用一些咬才不會咬 即是她懂得說話 有一個故事 是說她小時候被她爸爸打籠 她聽不到說話 她說話是懂得說話 只是聽不到自己說話 所以她說話 她刻意模仿失衷人說話的感覺 她說話很厲害 至於周火舞術順一 她今季很旺 兩套都是主角 以這類的大叔成聲優 她不知為何特別旺她 她經常會演出主角 即是三六身一郎 也有主角 但沒有她更多 三六好多 三六可以配年輕一點 但她常常都可以 周火舞都可以 差點 Besserman都可以配 差點 差點 她相對於說 她還可以學生過山 目睹一郎 是嗎 黑肉就是能德馬美子 她做醫生的女兒 就如玉璧 但我初聽她演得好 像花雜香菜 她無否花雜香菜那種風格 但我聽聽 咦 這麼花雜 但沒有油香菜那種風格 但她的聲音很像 即是她無否花雜的廣熱語氣 不是說她磨氣 但是她 咦 好像花雜 但沒有油香 不是把聲音不上去 可能要跟能登的演技 有合照的聯繫 因為她一向很少合能登 所以她可能要 跟能登的波長比較配 在雷國那個segment方面 那是假的 說真的她好像第一次 跟韓人合作 在印象中 之前好像沒試過 她倆沒合作過 這次是第一次的 跟韓人登 是 印象中是 印象中就是 好 這裡大致就是這樣 暫時保持客觀 會觀望 之後再看 我都不會對這套 看大期望 好 下一套 這套 這套是我很特地不看的 因為 我真的看見前面 跟後面 這個叫Chaos Dragon 這個 世間 同時間 有一隻火金手機遊戲 一起推出的企劃 我應該是四天王之一 還有四天王嗎 這套 這套 太噁心了 連看都不想看 因為 他那隻 死人火金遊戲 他如果說出了一段時間 才扔這個出來都好些 但他是同時扔的 都覺得 他都沒有什麼 反對術可言 然後他那些死人遊戲 居然跟世家 之前出的那隻 那隻 那隻叫什麼 CG Ching Chronicles 那些玩法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真的覺得 很噁心 整件事 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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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賣角色的 那他那些角色 那他那些角色就很奇怪 那 是 不同的角色是有不同的人 做 做 那 角色設定原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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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還有 成田良五 那 都相當奇怪 那 總之就是一班 你設計一個角色 我又設計一個角色 然後 加上要做一個故事出來 那 那 那 真的不予期待 那 那 這套呢 看一兩話 第一話 很悶,我飞着来看 总之就是一个小国,被一个大国去中国围割侵略 男主角就在家库人网上和一班人留在一起 主角突然得到巨能力地打他 悶到呕,行货到震 看完之后,我不是故意好像学院孤独 以不惊犹死不休,但你也不要那么闷 一些就是玩出来,玩到离谱 一些就是,你不是没有出图敢给我 起码给爆点我,小小都好 始终这一套是相对地原创 和孤独那边比,但真的 他连小小爆点都没有,真的不行 他整个企画我都觉得相当之有问题 单纯他企画推出来,我已经超级不想看他 再加上他一出来已经脱脚 更加一年,之后再看,再多看他两个人的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下一套 这套也很离谱 《创生》 《Logo》 首先,虽然何心这次没有负责 但其实他都没有分别,都是很垃圾 《创生》本身已经不行了 《Evil》更不行 所以提外话,今天宣布了《GUNDAM》新一阵 《长者龙雪》加《光田无理》 《长者龙雪》我没问题 《长者龙雪》和《光田无理》 但不是《GUNDAM》 不,这一组合,你拍美丽,你拍美丽 你拍美丽,你拍美丽,你拍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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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光田创生,他写一个基人番 是买的,买的,买的 他写打,我已经觉得很有问题了 光田写一个基人番,买的是8%的 总之是战斗番都买的 M3算不算买的呢? M3应该也好一点,M3也不算是好打的故事 他研究说,基人鬼片 然后就是创生买的东西 信掌买的东西,买的东西 买的东西,买的东西 但是创生买的东西 光田,光田的打斗片 基本上已经可以证据 所以我也可以证据任何 首先今次创生 他的名字还是叫创生 但是他的故事就是创生 计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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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汉字和他代表的意思 最简单是你脱走地字 基本上故事已经不错了 当然他为了拖 拖回差不多一集 就慢慢撕下撕下 让主角够回够字 第一集就弄了一个卷字 总之一大堆关于卷字的东西 你真的在事战里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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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事战里好过 他这个东西真的很低能 他好像是一些 教小孩子汉字的故事 这个字和卷字有关 他创生 他去到创生 机械人员录 他就玩些类似甲骨纹的拼字 不知道为什么呢 卷字拼一下 我拼一下拼到拳字 很顺利地令到一部相机 可以出到无限拳打爆那个卷字 总之就是弱智 第一集 應該是一个现代世界 有异空间的敌人 利用汉字去售量世界 而男主角有天道像門超人卡布托哥的天道 無緣無故說自己救世主要衝入人家的基地 不知為何人家的基地 搶了不到機 然後很順利 經過他們一路培訓的駕駛員 然後駕駛了人家的駕駛員合體 然後黃瀟拳員說頂你這個廢 最重要就是 賭其信仰 只有這個人是男主角 我就已經可以釘入信十字架 我今天找到資料 從2009年出道 出了5年你這樣就死了 你真的死了他就算了 頂你個廢 他就在進一路了 那又是那句 我很英俊 英俊有特權 好 這套送他下地獄 其實這套藏剩駕駕駛已經打了西藏鼓 很多人都不再花唇舌 另一套好一點的 暖暴奇譚 Game of the Power 好像是江湖村暖暴 50周年冥獸還是怎樣 應該是死記50周年 死記50周年 50周年冥獸應該很年輕 那他就紀念 將江湖村暖暴的小說 改頭換面 加加減減 變成現代故事去撤 頭那裡就將人間演出改編 就男主角也算是 少林少年 醒了發現到自己的老師被人獵奇分屍 他被人當做疑犯 然後就 民精三 洗血嫌疑為理由 連他自己也查了一份 有個真正的高手明智在後面看著 但是 因為小林本身就是 又是很例牌那些 很天才那些初中生 覺得人生沒什麼異議 突然之間 有單殺人案在我身上發生 立刻覺得 生動悔悔起來 我記得他瘋狂 即是那種瘋狂的感覺 做得出的 其實他整個作品很有趣的就是 他刻意做了一個很瘋狂的超現實的感覺 即是來說 他不覺得很超現實的 不是 超現實應該是沒有錯的感覺 那個是 很多角色精神都很有問題 最正常的就是那個老師 當他發現坐椅子是人間意志的時候 嚇到跳樓 最多都是戒手 戒手很多女生都做過 那 抽見摘症候群是這樣的 L5發戒手是很普通的 L5發就是這樣的 他特地找劉基老師 就是藝人形的音樂 找中英馬之 因為他好像是很大牌 大牌就很大機會是兇手 結果不是 結果當然 真空當然不是他 要令到大家明白真空不是太重要 只不過反而他的推理過程是在於小林怎樣洗髮自己嫌疑 即是 去到那個位置 作為一個pilot episode 即是去 develop整個架構的頭兩集 其實是 develop小林的角色比較重要 真空是誰 真的很閒 所以以這個角度來說 我覺得他的推理是吸引的 因為真空實在太過不重要了 而且我怕 所以說得出小林為什麼不是兇手就足夠了 他在這個方面 以他相對短的篇幅來說 他的邏輯思路都相當之合理 我覺得 他有些位置很小展開 你說老師是喜歡一些學生 然後是想臨死之前想向小林告白 這些一定是角色自己才知道 但他那個提示是很清楚的 即是上一集如果看前半個迷題篇的話 細心看的話一定知道哪個兇手 他沒有說過 他沒有說過 他沒有說過先生喜歡小林 這個是後編才 不是的 就不要緊要 因為這個後編才是 因為這個後編才是 他復旋就說是VG的兇手 這個就一定有的 我覺得這個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很學不學同一個 你給這個 我怕你覺得兇手的部分真的不重要 只要他整個推理邏輯是延密 然後到最後都沒有 即是最後都很合理地去完成那個邏輯 我就覺得整件事就OK 這個我叫王道正統王道 他給提示 首先就是動機分 你時候怎麼說都可以 但是你給提示一定合理 他給提示合理 即是最簡單的關鍵提示 你要看前半個月開謎題篇的話一定知道 即是詳細看 你自己粗心大意就沒有話說 這件事我沒有意義的 平常都不會說很惠意那些位置 就是這樣 因為大家都是第一次看 第一次看這個系列 是不會很留意到 究竟監督或者編劇 是用什麼來Q的 就是用什麼 給什麼細節來Q的 即是你第一次看金田一 或者你第一次看 即是AGAVA、KRISTINA那些 你都不會說很清楚 一個作者是用什麼提示給你的 金田一會的 所以我覺得他都是 都是在很簡單的情況之下 完成第一個謎題 那就足夠了 金田一會的 還有這一套我都是覺得 他是很老套那些 很柯南很金田一那些 應該是兩集兩集一起看 那是有問題 題外說今年1R會10月會第二季 Don't care 反正最離譜的九龍財寶殺人事件都播了 那裏基本上連今次有迷都拆了 藍過了就不再說了 那最離譜的都沒有了 那這套他很高明地 就是他的男主角 名師 他的角色就比較 就比較像福爾摩斯和華生 他是福爾摩斯 他又相對地 就是不會說 就是他會比較layback一點 那很多 就是頭這兩集的 Sportlight都是在小林那裏 那裏 那他這裏就比較高明 那就是因為這個 新星優高橋里依 都算是金貴力捧 那他這裏 他真的把角色完全是相當之女性化 來減低他要配男角的難度 他基本上又是很老套 就是完全怎麼看都是一個女角 然後強硬說他是男角 就是他在這些地方 不花一些無謂的不足 這個不重要 那他以第一個故事來說 這一部分都算重要的 他也是其中一個誘因來的 嗯 總之這一套都是隔個禮拜看 因為都是一次過看完 出題篇和解謎篇 然後這套背面 群居姐妹 這套東西 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的番期很不準 就是他應該是前一個禮拜四已經播 但是他是上個禮拜才出到片 就是我上網看到片 就是我上網看到片 所以他就算出到現在第二集都沒看到 那現在勉強可以說幾句 基本上就是一套說幾兄弟姐妹的背面翻 就是有四個姐妹 然後他們中間就有個哥哥或者弟弟 那他們基本上都 他本來的背面翻 所以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好 你有看嗎 沒有啊 沒有啊 不要緊要 那一套 沒有好說 真的很頹 但背面翻是這樣的 很多背面翻得這麼輕 OK 下一套 然後這套 這套我也挺討厭的 青春城機關槍 劇情就是女主角 一看他這麼有型一定是女生來的 一個女生被當男生的女主角 是正義廚 有一天以為自己好朋友被男公關騙了 就是男公關有些野餐店挑機 被人教訓了一輪 教訓了之後 一打硬了些東西 又要賠錢做威脅 又要集合 survival game隊 跟另一個同胞三人一起去打遊戲 還可以啦 我不討厭的 就未知喜歡啦 雖然我在另一個層次上 小松未可止 其實跟老奇信長一半恩八女 不過好處就是小松 不是小松好處就是 他出道時已經高期信長很多 所以就算沒有進步 他都不會去哪裏 他大部分都是配正太聲的 其實都 都基本上一定會找到生眼仔 跟著就是 跟著男公關小前的自找 他真的都會在兒童番見到 我相信 兒童番主要是走兒童番 他又不會做一些高演要求的事情 而史詩漫畫家就是從江青城 總之就是不覺不出的 我覺得是不算差也不算好 但至少我覺得會修理一下 他有些英蘭高校 他叫做英蘭家 再炒一些 survival game 再加上之前的C三部 壯鬼 全部都變成南國 不如出場 不如出場 就變成英蘭 總之他幾樣東西見關見索見辣 再炒一碟 整件事真的不修 沒有什麼要說 而且他的Mix and Match 一點都不好 還有這套 這套跟之前 剛剛講的那套群居姊妹 都幾次的 這個城下田的 這麼快跳城下田的 城下田的還是 蒲公英 蒲公英 你為哪一套 這套另一套 你講完一套 你會給人家轉接 人家知道要講完一套 什麼呀 這套像群居姊妹 這套不是轉接 我形容他就是什麼 輕笑笑日本動畫十兄弟 如果你沒有看預算片 你不知道是誰叫十兄弟 總之就是一家九巧 各各有特殊能力 TVB也拍過一些很懶的電視劇版 一家九巧 就是一個去日本的小國 公主王子 每一個都有特殊能力 很少有介事地 住在普通小鎮 過著一些很奇怪的名人生活 就是他一個很普通的小鎮 但是裝了非常多的閉路電視 看著幫助他 而他九卿妹就要在一年限期內 儘量表現自己 然後投票選出拆任的國王 其實這個不是重要 這個一點都不重要 應該不重要 國王一定不重要 而且他只不過是 九兄姐姐妹的互動 他要圓個故事的 對 尤其朱仙姐 他也不是朱仙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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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溫情 愛情 其他 他想找個位置收了個故事 那時候就搬個什麼出來 當然他就是這套 他夠膽死的 他可以什麼 所以拉到過一年有多長 女主角這次發財運賽 真的發財了 那男主角 應該說男主角 就是沐昌良平 再實緣下跡 白玉愛醫 總之臭狗狗狗 大家兩個父母 父母好像是 JMU和重本大 重本大 兩集下來 蠻舒服的 不是日常回來的 真的日常回來 總之看看他 吉田凌智一向都寫開一些東西 都是舒服的 很穩固的 他女編劇 他最好穩固的編劇 我很少擔心他 就是一次出事就升旨了 升旨了 升旨了 你不會寫動作片 你還是不要寫動作片 光美和升旨是類別的 就是成田良美 寫光美很棒 就升旨了 這個就是 我看是挺開心的 因為他沒什麼壓力 劇情 舒服服的 但有沒有知道 譚如說 炒龍日皇這樣 完全無奈 有少少內容 有少少劇情 但是舒舒服服的 嘻哈哈 我覺得他的劇情 常是太 過不可以用腦 就是他不是沒有腦 他是不可以用腦 就是他說 花燒 為了 要拆走 保安器 所以要做女王 连吐租都觉得自己输了 很多奇怪的 你不要计较他太多 他玩什么就玩什么的 基本上是要直接关掉脑子去看 才能支持他 他服务不了治愈的意义 他服务到消磨你时间的意义 你是要很主动的不去想任何东西去看 因为这些剧情太败私太低能 就在这些地方他不是很合格的治愈 所以我不需要治愈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做些东西 他日常都拆完了 总之就是 他也都疯狂搞笑 但是他也算是一套笑片 小品 然后这套 这套对我来说我治愈得多 这个Hitalia 第六季还是第五季 Hitalia没看了 你只说了 这一套还是 他还是继续推出国家角色 他有时搞新鲜的 例如第一集是 是续心角他们 和同盟角他们 变成做猫 在一起聊天 开猫会议 然后第三集 就扔了一堆很像样的北欧组 基本上 他们个个都是皮肤勁霸 然后那些头发是浅啡色的 基本上 你不是有跟开的 是绝对刑不出他们 就算那几分钟 我也是花了两次去看 才能够查回他们的角色 基本上这一套都是 都是很适合的 当然他也是很搞笑 而且内村大富 都经过Hitalia之后 他都睿扁了很多 他无论是很帅的角色 也配过 那些很酱炮的角色 也配过 回到这里 他又是一个很欠扁的意大利 你又好像一个循环 听回他这一把声 这套都挺过瘾的 看得挺开心的 然后那套 又是我特意不想看的 因为我只是看到 《者尚文字》的名字 还有他这套好像拍39集还是33集 我觉得真的太长 《者尚文字》的《者尚文字》 《者尚文字》的《者尚文字》 我觉得根本是不够 明义上就叫《者尚文字》 实际上应该这么说 藤田和尚郎亲自出马甘收故事 是他和《者尚文字》两个一起写的 他就是两季 两季加季 就是先拍两季再加季 问题就是原作 其实一个问题 但他最严重 他加上三季番 但是他才… 我说是不知怎样去咳 因为他原作将很多重要的剧情 或者角色分散了 就是说你咳这里又不行 咳那里不行 而头那两集 其实是… 虽然如果你… 那头那些可以给我讲的 你觉得快 他有没有知是好… 其实我没有看的 头那两集 先反映了 第一集就没事了 第二集就让我觉得 哇你病病去 就是下一集第一只挂集 对 反正头起走 一定要打些东西 还有吻鬼其实也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要乱乱买画纸 那你没得及 但感觉上他拍得很速够 我觉得很赶 不是说我卡车是赶火车 比较赶火车的感觉 很明明这么赶 浪连FA头头又是快到飞起 赶火车的感觉 好像习习都是总习篇 他好像习习都是总习篇 他好像习习都是总习篇 现在应该不是只是习习总习篇 他好像习习都改火车 即是都是赶劇情 赶劇情 因为我没得及是总习篇 因为通常来说你 你当然是 我认为FA以前是自己还有总习 他会有些日常 结果也会快到 快到好像三分钟看完整套星辞 我像看战队 总之下半战一定打 他要打 前半战有一些日常 哇你真的快得这么紧要 因为你动画很少 去到这样就是每集迫打 但是你要将漫画 压缩到三至六集的话 你才是一集打一只怪 甚至有些可能是 一集打几只怪都要 前面那些是可以的 我不知怎样算 其实后半战是很浪费时间的 没错 他在后面发很多 有些不可以说 例如说他会回到战阁那段时间 他那时就应该会放回万个兵 那时就会赶上死的 他说太多回忆了 他说太多回忆了 所以其实大家是 有些心寒就是 傅士英你打算怎么办 因为原作者你如果坏了 你不能够拎 因为如果你说这场闻事 你说故事元安 或者监搜 或者顾问也好 你是跟这场闻事放在一起 所以你要够 傅士英也不是很清楚电视的方法 不不不 所以要跟文殊帮他 就是傅士英你当故事 就是文殊帮他执了典型的一种 不他不清楚几集的长度 就好像是什么概念 就好像当年Bad Twitter那样 阿鲁鱼第一次写完事剧本 他有完全不懂的结果 小龙不正义帮他执 那只而已 Bad Twitter是 因为当时Bad Twitter 黑田阳界 不是不是是小龙不正义 小龙不正义 不是黑田 Bad Twitter是小龙不正义 OK啦 阿鲁鱼应该是没有写故事 有 它是构成 主要作主笔就是小龙不正义 就是只剩下这样 之后那几个都很可惜 说快速点清晰些气的东西 速简速 因为没了一个是八百公司 不用理会 虽然说挖光柔衣 但是没关我事 是吗 总之都是看开第一季 继续看下去 很喜欢柔衣的一些扁音 就很开心 但是我觉得 他之前那些 那些叫什么 吸塵机械人 他之前是没有声 只是柔衣的扁音 是这样叫P站 但是这次 那种机械人 变成了神哥好事 我觉得很唯和 他应该是很单纯的盟物 他加了神谷把声 我觉得 就 真的 完全不够 他应该加一些 萝莉系的声 会更加有趣 接着那套 都是可以不理的 寶贝三日照 有 有 接着这套 药药女孩 有没有看 有看 这套是七分钟自如回来的 总之就是 一个少女 他入了一间继续学校里面 开始他梦寐以求高中生活 是吗 是一个贵族女生 贵族女生 入不了一间 贵族女生 所以入了一间 普通的学校 总之就是 享受他的所谓的高中女生 高中出道 每一集 书书书书的 其实和陆龙入王一样 总之就是 每一集不用用脑 很舒服地听完 七分钟 不过他只有七分钟 所以他得更舒服 我也是很重视 因为他是和《黄金拼图》同一个作者 但是之前的《黄金拼图》太精彩了 来到这里 他通担这四个角色 我觉得 他不太吸引 他始终都是要用二十三集 慢慢去 一路建立一些角色 才有那种白合味出来 因为他作为七分钟 真的收拾不到 整季黄金拼图的难民 所以 这一套实在太过 被黄金拼图比下去了 所以 不太重要 接着 基斯奇幻自卫队 怎样 这一套 怎样 怎样 这一套 这一套意外的 总之是 一天突然间 在银座里面 有一套空间移 空间的门出来 然后有一帮異世界的怪物 RPG怪人 牛猴族 欧羽那些兽人 走出来 这些事件 然后 在现实世界里面 对着现代兵是完全没用的 结果虽然恶了一段时间 但很快就被自卫队弄了 好了 接着 美国政府逼致日本政府 派自卫队去偵察异世界 南与国就随着自卫队一起去偵察 这些头两话有多浓厚的副次味道 就是讽刺美国的高压政策 日本的大屠杀 涂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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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政治味道的 而且最公司就是 涂杀的东西 所谓什么飞龙 兽人 对着现代战车 几关架是完全没用的 他都没有魔法 说的魔法呢 魔法去了哪 飞龙你跳飞有鬼用吗 那后一步事后就打弹 那男主角呢 说有方无信 他现在很热 他做了一个很宅的自卫队的军官 虽然很有能 他去银庄本来参加一个与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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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不也想到了 突然有怪物攻击 他拯救了市民 又拿了一些受勲 但呢 代价就是他跟随自卫队去异世界去调查 两话下来其实挺好看的 起码就是他讽刺的味道 你挺毒的 还有他将所谓奇幻世界的神圣性摧毁了 在同一集 魔法、飞龙等东西 什么赤龙战役 一次加枪就扫下了你 他还收到阿湘宝 没那么快就扫下来 就是什么赤龙能量 在现实世界里没有意思 你别妄想了 奇幻的东西在现实世界是不通用的 但这套东西我觉得是可以的 尤其是比较加枪 阿Bessama又做男主角 他本身挺个人 我觉得这套普普通通 我觉得他第一集是非常赶 要砌到故事要突进去二世界 他很快就算在五分钟之内 就已经换了手上 我觉得他在这些铺牌上 他不是太贴心 他究竟是想focus在讽刺 美日连线的霸权 还是focus在二世界的战斗 我觉得他未算是拿捏得很准确 就是我觉得他铺牌要进去二世界的东西 他可以等多一集 又是一季回来不敢赶的话 你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理解的 你始终又是一季 但是你考虑一下电视的一季时间 你拍到一些剧情的话 你不赶不行 他的情况跟潮夕一样都是 你时间不赶 时间不赶不赶入 但是究竟重点是要进去二世界 还是要讲他们的政治角力 的讽刺 我觉得这些位置要拿捏得准 所以替他辛苦 不过 以A1的 A1而言 我觉得这一套的画质都相当漂亮 因为A1 质量非常之多 但是这些作品 作画质素是非常参与见称的 而且这一套是有Love Life的大监督 经极上宴去操作 可以看下他的作品 但是大家都清楚 Love Life的成功不是靠我监督 所以又不要对这方面有太大期待 还可以啦 我最后还可以 我觉得是普通的 OK啦 再说一两套 这一套我还没看 车速是动画 在一个未来世界 人类已经去太阳迁住了 结局 男主角就是一个以前的天才科学者 科学技师来的 他大国以前发明了 改进了这些飞船引擎 拿了无数天才开发师 好了 他大国以前发明了 他大国以前发明了 大过后就在同一间公司里面 继续开发引擎 但问题就是 开发引擎 受浪费实际上效益不高 公司的社长就派他的直系亲信旗的弟弟 就来想裁了部门 故事就是 男主角是一个热血教师 兼开发部主管 而又对抗公司上的无理财战 男主角是深刻很长泰郎 难得他配 今个是为何他那么多 平时不配主角都配了主局 这个严格来说都是后宫 而公司的社长的弟弟 应该是弟弟 就是内田铜马 然后女主角是御弓天 差不多 还有封面丽行的 维刚柔衣那些 但事实上是这样 我挺喜欢 因为既青春既古典既热血 我觉得 要留意他的编剧是 老人女主的怨户 因为这人 老人女主是有四开小说的 我觉得 很多这些系列构成 分身几套我不觉得很大问题 因为吴志雍作为系列构成 他的分集也有很多其他人写 但他做得这一套 我觉得他那套老人女主的小说 还可以继续干构我 我觉得这人很厉害 这套我评价是不错的 因为他救我 你应该这么说 他王族既有多舒服 大公仔的故事 但他有青春二决有情 还有古典 我真想他一种很传统的 青春古典 古典风大又不止去到老土的感觉 因为他卖女都卖得比较时光 所以卖了那种 卖了那种 卖了那种 包装怎样都要 但我欣赏他那种古典 他的骨子里是 很正统的 骨子里是比男主角的核心故事 那些女角都是用来陪衬一下 就是这样 之后战记住唱第三季 不要说了 下星期再说了 这套可以讲久一点 还有什么要说 再说一套 一套 没有 再说这套 下流感不存在的 呼吟世界 黄芹版的图书馆现场 也是这样说 在一个世界已源源封印了黄芹的世界 这些世露完全不知道 黄芹连男女知词都不清楚 男主角呢 他老爸叫黄芹恐怖分子 结果不知怎样 总之男主角就是 传统恐怖分子的儿子来的 他唇拜 因为他喜欢暗戀的学生会会长 进入了一间学校 谁知在第一天 就被副会长绑架 控制住 威胁他 如果有什么爆出来 就要成为黄芹恐怖分子 在学校里面不断伸步黄芹 以图书馆战争来玩黄芹 是挺好看的 因为他真是挺有政治意义的 尤其是近期 一直都有 这些静化风族方案 这些大幅梅 这些大幅梅 这些剧情是有市场的 而且他也说得挺好 相比说他用搞笑方式演绎图书馆战争的剧情 就是很童话式的 就算他很跳脱思维也好 他只要那个点到都可以 这个我挺欣赏的 因为图书馆战争最不合理的就是 你用一个很写实的故事 讲一个很不写实的剧情 很写实的东西就不写实了 变成一个很矛盾 就是有些东西你想写实 它又不是写实 但不写实它又好像很写实 我觉得是图书馆战争的世界观很难拍摄到 这个我摆明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它就真的是一个很疯狂的故事 你又不是很需要大路入场 当然我一向就很不服事 我认为时加卜传那种不断 善魔力他的狂放 这一套我都不会对他的善魔力他很感冒 但so far他有条线 一路带着牵引一下 看下男主角越变越奇妮 越变越古怪都ok的 因为时加卜传那些就是 这一帮很无谓的人很皮笑肉不笑的 在讲一些色情笑话 但是这一道那些人讲色情笑话 反应是会比较大一点的 相对地互动性会有个基因 但感觉上应该说 应该这么说 我真似他 但王肯略为是比较粗 不粗糙一点 不过算了 因为他不是叫做什么 他不是说王肯本身 他是说那些人 要由没有反应到有些关系 到有七情六欲的正常人 所以他那些 他最初下药比较猛 哪怕就算我不受他的王肯 但是他的反应 我觉得都提供了个笑点 暂时我这套 所以他不是在那些 色情笑话里面 不过他总是不激怨你 我这点就是他 他总是不激怨 因为他本身不激怨 他看起来整个 你用一个废户 例如说说 带着一个严重题材 故事的幽默感 对了 可以的 这是我挺动的 我挺欣赏他 利用一些很夸张的东西 带着一个严重题材 可以的 我不客气他 他如果题材很严肃 不不不 他想表演一个严重 他想表演一个严重 但是他用一个很夸张 很胡闹的表格 这样可以的 那女主角是长正香 会长从来没有麻烦 因为他肺炎 所以现在大获就是 这套就上了 然后伊利亚又有他的份 那怎么办呢 这套东西换角 我觉得伊利亚那边可以换角 这边就应该没什么可能 要顶眼上 换角的重点就是 本来最似你的后城沙瑞里 让我找背 正常说 如果你从来没有 不行的话 你换后城沙瑞里 这套东西又说是后城 又是后城 你会谁顶你呢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这套应该是顶眼上 这套始终是一个Cast 不像伊利亚那边 这套不是鬼阴眼可以 我说了几句说话 我带鬼阴眼去 去找鬼阴眼 这套真的不箭说 这套应该要顶眼上 逐句好运 那没办法 今星期说到这套 因为这套 以后那套是下落得 下落得 即是下落得 即是下落得一句 正常到作窮零音 你是不会做妹 你是不会做妹 你的妹的角色是完全不行的 这套是女主角 不算是妹 她的角色是一个妹 但她不是一个妹属性的女主角 她是一个女主角 属性的女主角 原来演了女主角 演了女主角和我轻聚那段剧情之后 我发现到 原来《竹特彩来》 都很不错 就是专做一行 不是 那个角色设计不是妹 她是女主角的属性 她不是妹属性 她是女主角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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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牙齿这么久 这个摆得明是女主角的属性 她是什么是女主角的属性 不再说 好了 今星期差不多了 明天你们说什么 明天你们说什么 明天是找了ACG Toys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负责人 一个负责人 上来和她谈谈 谈谈香港的访问 今天就到此为止 下个星期再说 拜拜